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們身在台灣 這次請到于非跟我們做一些個人分享 但所謂個人是沒有汁的,只是人生、時代等等 不久以前大家在社交媒體見過不同的消息 都會關心所有人,包括豬皮座內的健康和心情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大時代是很值得大家反思 其實我以前也沒什麼機會經常想自己 又更加沒什麼機會想朋友 但近年有很多個個案,可能大家需要互相關懷 我們說回今天的主題,人生觀 其實你來到台灣之後或這幾年 你覺得你有些改變嗎? 很大改變 因為我都很驚訝今天講人生觀的問題 例如你一兩年前用這個主題去講,我一定會推 我現在就厚硬可以分享一下某些心路歷程的改變 來到台灣之後,那個改變很大 因為我是第一次移居去別的地方 之前你以迷信有些命理,就將自己出身地 你一直住很多年,扎根的地方成為 即是血地或血土 我便離開了血土 所以在台灣有很多內向的人不太適應 但是因為很多人不會不知道 身邊的人不知,最親的人都不知 就是因為你習慣了內向的時候 他一向都不出聲,一向的樣子都很平靜 其實我裡面可能是翻天覆地 好像地震一樣 就是一種我習慣了在香港長時間都躲起來看書創作 或者有時候當然是有段時代不停說話 因為2019年之後 所以來到台灣很多壓抑都沒有表達出來 所以我覺得也是另一種迷失 就是因為我又陷入於瘋狂地看書、看資料、思考 這件事很奇怪 有機會是我有某一圈的會員 是全世界、全天下間最了解我的人 因為我大部分八、九成雖然會跟他們說時局 說我整個框架的資料、書的理論 加起來怎樣看之後的趨勢 會說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有一兩成 我會跟他們盡數心中情 就是有些不開心或者是我個性的演變 有機會是他們聽我吐苦水聽得最多 我剛剛提到迷失期 就是因為我在大約整個三十歲之前 我都是覺得迷失的 所謂的迷失就是我根本不太了解自己 形形逆逆、很被動、處理很多事情 沒有什麼定位、沒有什麼人生觀 所以可能說你好幾年前叫我說 我完全不知道說什麼 要不就引人家的人生觀 根本不是我的人生觀 要不斷說 所以後來經歷多了之後 慢慢看書多了、在社會歷練多了 才真的找到自己 但是因為來到台灣 其實還未足一年 我來到台灣 所以又變成麻醉了自己 沒有什麼想法 我應該怎樣應對很多事 變化一段時間 起碼2023年 我都是有一種不停看資料 看外在的世界 看烏克蘭、俄羅斯、以下 看很多幾千年的 有時會拋大歷史 看那些東西 抽離一下 不斷麻醉自己 但是最後我都覺得 慢慢克服了一些移居外地的不安和情緒 就是又再一次認清自己的特質 都是一個很真實的人 其實有一圈我認為是怪人 包括我離開香港前夕 我在舊書堆整理了很多箱 在舊書堆找回貴善臨談人生 或者很多貴善臨說的東西 他們很老的時候 我便發現原來是同道中人 所謂也是真實感 亦都跟我以前很久會寫不同人物 我寫過喬布斯 寫過默克爾 寫過郭其進 尤其是 如果一說起貴善臨 郭其進 我又會視為同道中人 那這些是甚麼 同道中人呢 就是真實感很強的人 最後是贏的 輸的 失了甚麼 自己很多弱點 陰暗面不足 是非常坦誠真實地去挖出來 去承認去面對 這些全部都是真實感很強的 而且是沒有那麼用力去 不是說完全沒有人切 不是說完全沒有 就是沒有可能一個人是 是屢屢外外所有場合 情況都是一個徹底真實的 不會 但是呢 是一定會被很多人沒有那麼用力 去整一個根本不是自己的人切出來 不會那麼用力的 就盡量其實是能夠坦誠承認 那個問題有不足就會直接說出來 全部都是這類人 季善林是 我覺得他不是假謙虛的 他病到死死下 怕死怕痛脆弱 是流露得非常真實去挖自己出來 他就是一個很差的人 會崩潰的人 但是同時間又會吸取教訓改過 其實郭其進也是類似的 就是很折磨自己 有些事情會 其實為何想找於悲慶 這個好像很嚴肅認真的大話題 他本身真的是一個內向的人 而很明顯也是 但是我應該比他更加不喜歡說話 你是OK說話 其實我挺不OK 我覺得別人找到我說話 都是盡快遇到他 一兩句子很痛苦 你是OK的 但是我想 那個切入點 就是在這個時代 很多人是表達不到情緒 好像我經常跟他家裡另一半說 某些人就是他 習慣了用發脾氣的方式表達 你開放了情緒 大家可以看到你的情緒 但是你不是用這個方式表達的人 其實他也有情緒 人是平等的 他們又如何開放呢 我們平時看到很多人 通常會在發脾氣的人 常常吵人 其實旁邊的人才是更加關注 就是不出聲 因為你不知道他有什麼事 所以這就是你身探過過來人 你覺得你如何在不表達的前提下 又可以表達給好人看呢 其實我經過時間的變化很大 我以前壓抑完後 我真的會向你爆發 可能是一些朋友 或者出來說一些議題 很操作激動 這也是我 我有很多這種面貌去宣洩 後來 用一般人的用詞 就是當你成熟了 可能我透過看書 透過思想的世界 但我因為沒有宗教信仰 所以我不是借用冥想 或其他途徑坐善等等 就變成了一個了解 一個人性和思想 我比較科學觀一點 這樣其實是會真的消化到 而不是每次都要找一個途徑 爆出來宣洩出來 但也不會 你說得很對 有些描述 一個人怎樣練得多厲害 內功深厚 都不是100% 所有每分每秒都做到絕對理性 那真的要好機器才行 我只能說是根據後來很大的努力 去看很多科學 去看很多大腦的研究 去看很多心理機制的東西 那就是去疏解了不少 而又 以前那些經歷 因為其實宣洩脾氣 都是得到教訓的 那每一次的成長 就是令到我 更加忍到脾氣 那其實 除了近來有些事令我 情緒失控和爆發 再對上一次已經是好幾年前 非常久之前 就是2019年7月22日 7.21之後那天 我在街頭和三個男人 漫罵吵架 一個人對三個 是情緒爆發 因為我整個世界在留意 7.21事件的後續 那就是因為街頭有些小事 那我就已經頂不住了 因為整個壓力神經已經集中了 有人分散我 在看一些東西 那我就在街頭爆發 就和三個男人吵架 互相指罵 是幾年前 就是會這樣 哪怕我之前看過很多很宏觀的電腦 都是可以抽離 嘗試宏觀什麼都試試抽離 用大局去看 但真的去到某些時刻 不行就不行 就會爆發 另一個坊間對內向型的朋友 都會有一種疑惑 你經常看很多書 有一個自己的世界觀 建立了一個很清晰的世界 其實我就是這樣 但有時候會不會 好像進去出不來 或者這個就是我的世界 但我畢竟都要在現實生活 這兩個世界中間的銜涉是怎樣 到什麼程度是一個溫室 還是你會覺得這才是真實的世界 你真的問得好 一半半 可能剛才說是有麻醉的地方 就是因為你內向是有底質 但如果你過分封閉自己 我自己也是認為是一種脆弱 你過分封閉自己 甚至是不跟身邊人聊太多話 不分享 混在自己 不斷磨 不斷看自己的世界 可能那些世界有些東西 你會有得著的 有用的 就是因為我都會視自己 成為某種公共的工具 我真的會這樣跟自己 每天都在一邊畜頁揭 在一邊看 就是充當一種世界 或是寫好的眼睛 是一種工具 你們可以看清楚一些東西 但可能自己 其實又會犧牲了一些個人的問題 少了跟朋友聊天 和親人聊天 互相關懷 我也覺得 如果不用麻醉 便是溫室 其實是一個自己的舒適圈 是有一點點逃避 但任何東西過游不及 一定是有些問題 不是一些好東西 我認為 太過的話 但是有用的 即是不停看 了解這個世界 都是有用的 即是有這個世界 即是Pros and Construct 那樣東西 有了自己的一個方向的目標 但現實世界有其另一套 很嚇沽或很嚴重的Yastix 甚麼是成功 甚麼是開心 雖然未必要認同 但一般人就是這樣過 甚麼是有錢 要賺多少錢 你會否在這兩個世界當中 覺得游走 即是transferable 那樣東西 都是一個挑戰 即是 我變成了自己 會否是 有一些公眾認為成功 或是某些準則 我有挫敗感 或者是你覺得 其實這樣才是成功 人家不欣賞 我較少 因為可能是涉及性格 我較少去太過執著外界 對成功失敗的標準 因為可能本身 有些人不喜歡我 經常說成長 就認為一聽到你 又從小說起 又說遇到甚麼 那就是一個包袱 我又不同意 即是 既顧念自己成長 留給自己一些好和不好的東西 但未必一定是包袱 所以我始終要講成長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可以多挫敗 可以多受傷 那 因為這種經歷 我慢慢去到之後 都已經覺得 自我超越才是最重要的 是 例子 例如說 你家裡給不到資源我競爭 由小出身又不是好家庭 大過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中學 又不會讀名校 甚至是老師不斷打擊我 看死我 連大學都升不到 一般大學都升不到 我會這樣說話 還有很差的口吻 憤怒主任或其他 一直是受著這些 最後我又升到大學 我還是御科年代的人 又升到大學 慢慢就會 會 會 叛逆又好 或者其他事情 就不太理會外奸的事情 以前那些大人 老師權威 又是說這些事情 都不作準 經常說我又不行 我又行 慢慢就變成 會多些用自己定的世界 去滿足自己 還有 去到後來 又說再好些的要求 就是自我超越 我覺得我一直 在自己基礎的突破 就可以了 就是因為我很喜歡 懶宏觀 懶又成長又一條線 像讀歷史一樣去看人生 每個人都有 他那套價值觀 都是他的歷史演變而成的 所以 他可能出生好些 中產或上有家庭 精英家庭 最後他看成功失敗 我完全沒有 沒有那一段 我是沒有得爭的 就是有些事情 我最後一定就是 還能夠有意志生存下去 就是和自己鬥 我和天之嬌子是沒有得鬥的 那已經是輸得習慣了 如果你很清晰 你已經輸得習慣了 是的 那是因為不是每一個遊戲 傳統名校老師學習 東小學金 那是其中一種遊戲 但譬如說現在是網絡世界 那網絡世界也有自己的遊戲規則 你拍片 多少人喜歡 然後找到多少廣告 諸如此類 每一件事都有一個 那你面對那一套的東西 你又是否舒服 如果我自己都很投入做的事 都會有比較得失 不要說太多人生 不要用別人的標準 如果我自己做的事 我會有掙扎 在現實的世界 譬如 媽媽是女人 每個人都是 你最好是 你短片的質素也好 有真知卓見 流量也高 廣告費也高 一定是你最好 所有好的東西都集合在一起 但是我又是可能 有少許崎嶇的挫折 我覺得自己永遠都要在 理想現實或一些東西 拉扯而選一邊 我無法各樣都要 又是其中一個價值觀 我無法輸打人要 而我最後那種挖強、內向和偏執 我會犧牲 有些人眼中的若干流量 或者是廣告 即是你愈愈出片愈密 就可能會多些 我便會喜歡質素 所以有些人會留意一下 你自己追回 是我2021年 有一段時間 在影片世界熟一聲消失了 去到整個二年都差不多是這樣 是我自己安排的 那時是沒有事發生的 沒有任何轟動的 我是自己退下來的 非常高點擊流量的月份 自己退下來 一段影片都不再出 就寫文 這就是我當刻的自我要求 所以最後我當然知道外邊 在我做的方面也有一種比較 他們多片、廣告、流量、多人氣 是一個成功的準則 但最後我也是受不了 我內心對自己內容的要求 以及會看到一些漏洞 有些學識不夠 一些樂點 其實以前是水過阿輩 其實如果我這幾點都學得 這幾飯都學得比較好 我再加上那飯都學得好 就非常好 我就會有這種要求 於是我又會再花時間 去沉靜自己去練功 這就是我自己做的方面也有一個拉斜 我就會犧牲那些 剛才你提過幾年前說人生觀 可能不是現在的感覺 但我想這幾年其中有一個大改變 不論對誰都好 可能就是大圍形境的改變 人生都是要在大環境而出現 離開了香港 很多人會直覺覺得 特別是藍絲媒體 很慘 錢就少於以前 諸如此類 自己洗衣服 但是 你從一個角度看 你覺得你離開了香港 反而是一個解脫 還是一個second life 譬如說你香港有很rigid的世界觀 但其實你離開了之後 你自己的定義反而是更容易 會不會還可以提出你想做的事情 真的難說 我想因為政治危機太過有壓力 我想我離開了香港 怎麼都會在生死存亡那種 最重要的地方是鬆了些 所以我覺得人生其實是不斷 有些賭博或者冒險 其實是要選擇的 那我已經是 我已經是有些好彩 就是當 譬如說 為什麼叫做好彩 有些人最好的就是 他自己很有規劃 很有佈局 他賭贏的機率就會倍升 同時間他都會面對抉擇 但他預先已經鋪排了很多東西 那我那種好彩就是 我沒有那種 一直以來之前沒有養成那種 很前瞻佈局 很多事情都安排好之後才提升成功的賭博機率 很多事情我都迫著臨時 哎呀這麼大國要選擇 我又每次都 都繼續賭 死不去 都是一個很大的抉擇 因為我很喜歡香港 我都習慣了香港的生活 但是要面對 我當時認為二十三條位之後 會越來越災難的環境 已經再不是我能夠住到香港 在很緊急的情況之下 又真的過渡到 所以我都不再想 不再想怎樣 努力既然決定了 倒過來台灣 是繼續 繼續生活下去的 在台灣 那一段時間就健博行步做好一點 是的 你剛才說沒有嚴密的規劃 在那個時刻就走過一步 其實很多朋友離開的時候都是這樣的 是的 或者他覺得有政治的風險 或者是下一代的生活 是主要超過關的 concern 但是怎樣都好 離開了之後都是自己都好生活 那一些問題可能離開了才可以想 就像剛才所說 你覺得離開了對你的事業 其實是好了還是差了 或者是否根本連這個想法都已經不再存在 這個想法真的沒有什麼存在 如果勉強比較可能好一點 因為我始終已經是 我由2019年之前 我在新媒體去表達評論 我已經從事傳媒評論的工作 後來因為2019年 我轉向了一個螢幕面前去說出來 去分析表達 再留在香港這方面一定會 就算我那種性格真的會堅持說下去 但是那個冒險真是很大的 來到台灣的確是 當然是這麼說很多事情 因為始終都是自由法治的社會 相對現在香港的情況變成這樣 所以客觀是好 但是我自己又不會故意去想 來到台灣放飛了 我對自己的事業期望的願景又高了很多 很多會更加精彩 人生就會下篇章 我又不會故意去想很多這些事情 都是在短期做好自己 因為我就是一個經常會反省 我有太多以前流落的問題 拆了這部分 還有幾部分 下一輪就要拆我自己內心性格這部分的問題 我很多都是在想這些 聽到你這樣說 其實我近幾次和你一類的朋友聊 不知道怎樣歸類 但是我真心想問這個問題 你累不累嗎 可能經歷多了 沒有以前那麼累 我以前是經常想死的 很累 有不同的難題見招拆招 包括在新媒體公司 有很多的問題面對 後來社會和自己生活等等 其實是很累的 但是當隨著我遇到問題 我又向別人請教 又自己找書來看 累積到一個位置 我現在算是沒有覺得那麼累 而且是比以前更堅強的 我以前是經常處於一個 又來了又要解決 就是經常叫聲嘆氣 內心 就算我表面看不出 我內心經常都叫你叫去 是很累的 現在可能累積多了一些人生觀 好的經歷 其中是我近一兩年多認清的 所謂真實的自己 原來我是那些真實感很強的那種奇怪的人 如果越認清自己 和走中庸之道 不要要求那麼高 不要經常找一些無謂的價值觀 和外界標準來摘住自己 就好過了 所以你這一刻問我 我就沒有以前那麼想死和累 你想死是一個想死還是一個 metaphor 認用詞 不是真的想決心崩潰那種自殺跳樓那種 其實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喜歡想事情的人是很容易抑鬱的 你過不過呢? 會的 還有我沒有介意 我可以介紹這本書嗎? 隨便 隨便 你可以把它放出來 不是 因為我最近都有跟會員介紹這本書 我發現這本書是解釋到其中一種特質 就是容易抑鬱 我中了一個特質 就是那本書叫遺忘本能 就是講記憶 而我發現 在某方面的記憶 我不是那些死背書那些 即是你過目不忘 看到那版 你逐字原版幾百字背出來 我不是那種 但我有另一種 無疑和情境記憶很強 因為在專家的世界 我情境和深刻的經歷和記憶很強 這種人是難以雕淡 所以很多時候會困住自己 如果你稍為天生悲觀 內向容易悲觀 其實可能是一柄 你只要是 你發現你是一個內向的嬰兒 你大約是一個偏內向的人 其實就是在樂觀、悲觀 心理上你是偏悲觀 而再加上你的記憶是深刻的 那你是不是很悲觀 在這裡折磨自己 其實我是中了 所以我需要有一些 另一邊的意志力提升 可能是看更多的書 或者認識更多的人 提升了我現在就慢慢 頂得起一點 我的確是中了 我有內向 然後偏一些悲觀 原來我是根據《遺忘本能》的書 我的情境記憶是異常深刻的 可能是一種天賦 你看到我有時分析時事 畫面都非常大 所以都是會有一個巨壓的 但我覺得近幾個月已經 又越來越好 可能也是隨著時間 但我過度來台灣那種內心的壓抑 你始終都會淡一點 你不會每一天保持同一種壓抑 去到現在就好些 那種特質的人 你覺得面對網絡時代的世界 網絡社會上什麼人都有 又會多恨人 又會多各式各樣的評論 前妖或是狂熱的粉絲 會不會反而很難適應這個世界 那種悲觀的內向和情境記憶 我好的就是 我那種悲觀有畫了範圍和那條線 就是我自己內在都有很多檢討反思 我自己都在刮自己 在內心 我自己都很苛刻對自己 其實某程度上 就會令我在那條線劃走外界一些東西 我其實一看 他所說的東西 我已經在刮自己 而且我亦會不斷檢討 就變成我其實很清晰自己 應該怎樣改我自己的問題 指出我自己的問題 而那個問題到底是真不真實 我自己有一個非常強的標準 就變成我這種是 我自己處理自己的一個準則 就很間接 我不知道是幸運還是幸運 我就會令到淡薄了外奸的爭吵 風雨、詆毀 是的 或者有些人所說的不存之位 其實他是誤解你的 基於不熟理隔膜底下的過分的詆毀攻擊你 我就會淡化了那一邊 因為我自己來 我自己對自己 是的 你會嘗試用一個理性的方法 對你這個世界 但是有時候會不會有些挫敗感呢 譬如說舉例 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伴侶 不會每一刻都是這麼理性 我用回自己的例子 我旁邊的人經常都是不理性的 那當他想去表達的時候 我自己經常都會說邏輯上 你這樣這樣這樣 他不是想聽這些 他是不想說道理的 那你會不會面對這樣的情況 你一個理性的人會感到挫敗 我是不是中了伏呢 如果去到身邊的人 當然會有些挫敗感 因為你去到身邊已經不是對外奸 是外奸紛爭、外奸攻擊你 那是可以的 如果去到身邊的人感情 一定是伴侶的媽媽 通常都是追熟 那些一定會的 那些是真的傷過外奸攻擊的 如果他不了解你 就誤解這樣 那我又 我覺得 唯有找一些很有誤性的人的道理 來安慰我自己 我自己不夠誤性 我去看一些很有誤性 有一個我不記得是挪威的企業家 我要找個名字 你恕我形容 假設是挪威的一個二十六歲企業家 他後來突然間在一個事業高峰 做到很高層 一些德國 挪威的巨企做到很高層 在未夠三十歲二十多歲的時候 自己退下來 去泰國的寺廟 一些佛教的寺廟 禪修 修煉 在裡面有很多離憂等等 一起去共事 去打坐 去領悟 去住持說教 那我在這些高智慧的人身上 就拿到一些安慰我自己 那他就說 為什麼你越覺得身邊的人不瞭解你 親人 愛人 你很大挫敗感 其實就是你看不通 每個人的生命 包括我 包括所有身邊的人的生命 其實他都有他自己的藝術品的特色 你之所以這麼大挫敗感就是 你太過放大你自己的特色 就是別人不掌握 你有沒有掌握別人 都是一個生命的藝術品 那他那個性格就未必懂得欣賞你 譬如他落外向 他就可能會經常誤解內向的人的性格 或者他看你的表情沒有什麼變化 他就以為你內在都很平和 他就不知道原來你內心有這麼多的戰場 其實要打的 就是人生就是修羅場 這種說法 就是這麼多其實你自己在爭鬥 他看不出 就是他不了解你 某程度上 就要知道 其實可能在他的世界 他都有很多對外的戰場的煩惱 他內心不是我和我不一樣 每個人都不一樣 其實就是要懂得欣賞不同的人 有他那個世界的特質 是很可愛的 他就算是他不了解你 他跟你是兩個世界的人 他也是很可愛的 如果你越明白這個道理 其實自己的這些所謂的包袱和壓抑都會慢慢疏到 我覺得有些用 我看他的說法 我覺得有些用 我覺得真的以前不夠欣賞其他特質的人 其實是有些清高的 即是某程度是迷戀 或者是欣賞某些臭味傷頭的 內向的 好喜歡什麼都要想一頓 其實你可能潛意識抬高了這些人 那你就會特別受衝擊 你總不就是不屑外向的 你都沒有內心世界 你都不像我們這些 這麼多資訊在內在消化 你就會有一種高低 所以我一聽完的道理 我又覺得書解不少 其實每個人都是一個可能是對等的藝術品 你只要很懂得欣賞他 而且我又反省一下我也不了解他的世界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抉擇應該是一早做了 如果之後才調整 這個是後天或者之後培養 但你說到對人對世界或者工作 我自己近年更常想那個題目 就是你是不是應該自己去掌握那個速度 包括了這個知所進退的智慧 究竟什麼時候才離開 然後什麼時候跟別人說我現在不玩了 或者真的可以離開所有事情 這個不是錢的問題 是一個心境的問題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概念 就是你什麼時候要消失在公眾空間 什麼時候真的可以徹底接自己 還是你不會有你一日 我覺得我所有問題都有 我沒有去到照播那麼厲害 財務自由 但我又覺得我自己做一些有價值的事情 可以繼續下去 我也付出了很多汗水 是超過成本的汗水 這方面我是有點瘋狂的 去籌備一些東西 我未真的想到這麼長遠 但我又有一些直覺 我不是完全退下來 但可能相對我會 或者是幾年後 我開始不會做一些這麼幕前的事情 但也會不斷令自己很忙 在做一些有意的事情 我會期待自己的確是 我有一種期望 反而是 不是說 標準不是說 我一定不想再對公眾 而是我想試試玩不同的事情 可能是沒有間諜 但我是有這樣的心 的確是 是沒有一種形式 怎麼都可以 比例 可能是三成出鏡 七成躲起來 等等 但總之 我都會有少少傾向 想人生試試 不同的形式 都是認為心中有意義的事情 會怎樣 這樣會有這種傾向 但是否有很大的決心 去劃定B1年 我就一定是全退 形式是要怎樣做 我就沒有很強的想法 你覺得是否面向公眾的關鍵 是在於你累不累 成不承受到 你覺得你可以分享的內容 是否已經講完 當刻社會的需求 還是你憑甚麼去判斷 你那一刻還在公共存在 我自己很大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世間 是太多東西 仍是值得開發的 即使有些 所謂國際衝突 某些議題 它總是會完 而且它不會每年都這麼激烈 那種難題大到 這麼需要 大家很努力去拆解真相 未必經常都是這樣 但這個世界還有很大的開發空間 譬如說 反思 我們現在處境 即是你拆當下的事情 即是我自己說的那套 即是中共如何打壓 俄羅斯之後 會否和中共聯盟 成為一個新的地緣效應 即是很多當下的事情 你可能拆的越來越弱 大家都明白了 形勢如何 都聽到習慣了 七七八八都是這樣走下去的 那幾年 但是如果你反思歷史 為什麼中國和俄羅斯走到今天 是會有這樣呢 其實背後那種歷史 反思有非常大的探索空間 所以我自己就會在這方面 不會這麼快畫了一條線 因為我自己可能 根據不斷努力去畫 去看那些東西 我都很啟蒙我自己 啟發我自己 原來是 中俄浸味這麼相似 如果你翻查歷史 是跟蒙古有些關係 譬如我一畫到這些 那些我就自己都覺得 以前都是認識得不夠 現在發生什麼事 未來幾年 可能我都自許 都會知道這個概括 但是原來 為什麼這個世界走到今天 那兩個國家 是比較邪惡容易結成聯盟的 原來你翻查歷史 又有另一種角度去瞭解 即是有一個新的觀點 我以前從來沒有這樣想過 譬如這些事情 我覺得很開闊的 真的很難說這條線 是什麼時候結束 只能夠盡力而為 即是每幾年作結再提 其實是什麼驅使你走下去 剛才你提過 當然大家最主意的世界 當然是你有掌聲 有聲譽 又想做的事 又有價值 又有錢 又有人稱讚 你主意現在是這樣 但是沒有這麼完美的世界 如果你要拆解自己走下去的動力 最大是什麼 是自己找到滿滿 是有課金給錢 即是證明了有價值 有藥肝的掌聲 令你覺得你很欣賞 還是你本身 什麼都沒有也好 你自己覺得有價值就會做 即是你會怎樣駕駛 如果我經常考慮這些事情 我2019年不會出來說話 我是覺得我 有一些角度是 叫做自信可以看得出 一些真實的情況 我是為了意義和努力 所以我是想做那件事 那就變成了其他的條件 我就會看淡一點 還有我是一個 不是這麼容易對人性完全絕望 我覺得公眾的智慧 是可以根據交流 而是有變化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說 還是跟誰說 我是不是很喜歡有些人 是去標籤大眾 是蠢的 真的有這樣的人 有些挺有名的 他自己不覺得他自己公開 那些說話 跟著就說 那些外面的人不明白 我們自己最聰明的 我們十幾二十個自己說 我是很反白眼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是很聰明 互相可以經過交流去成長 包括自己和對方 可能對方也有一些 說我的說得對 然後我有些反饋 可能會令他們 有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整件事 所以我是充滿著 對這種的信心去看 還有你看到 如果我們一路 比如說是零幾年 開始出現Facebook 其實當你看到Facebook的輿論生態 發展了這麼多年 我自己的主要觀察是進步了 絕對是進步了 他中間是很嚴重的 曾經一度 我又在一些政圈的陣營吵架 我是看著這些事情 是非常可怕 那種主觀和互相撕殺 開假帳 那種是醜陋 如果相比現在 那好幾年前 可能是七至八年前 十年前 是嚴重了現在很多 我已經覺得 隨著時間消化 現在的香港網絡生後 或者公眾 已經是更加全面去看很多事 它需要時間去消化 所以我為何對人性 對公眾 對輿論 或者對理性 都不會完全絕望 我便有這種信心 但我並不是一個超理想 所以沒有民粹 所以我不是這樣 但我不太絕望 我的角度就是 剛才你說的 關於網絡 Facebook 可能現在你覺得好了 是因為很多人走了 不用 這是更加大的關鍵 我自己很久沒有 沒有活動用過Facebook 除了是被動地放上去 但你講到別人的公眾智慧 其實是兩體 我會很相信 我平時認識的網友 本身都是一個小圈子 他們的得數真的很高 因為我大概知道他們的背景 做甚麼 但是客觀現實 你不是每一個人 人是有很多種的 所以你同時就要面對很多種不同的公眾 一定有些你喜歡 有些你不喜歡 所以到最後 我本來的問題 就是你如何去定義價值 我覺得我做這件事很有價值 那我就做 但這是一個純主觀的研判 還是會參考一下外間的基準 我會參考一下外間 但外間非常寬 可能是參考全世界 參考全世界的外間 可能有一些屬於香港人的社群 我亂舉例 我不是說真的 是亂舉例 例如可能他對AI的潮流 暫時是慢過世界一拍的 那你就評價外間 全世界原有些新潮流 其實在歐美 但香港人不知道 你就帶回來給香港 所以我也會 除了自己認為很強的意義和秩序 但同時其實 世界真的很大 你繼續學習一些東西 和很多日生月異的東西 再吸收回來 不會是外間 就只是看著香港人的外間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不斷成長互動的過程 最後一個問題 這次我們 我們上次談論是一年前 你剛來台灣的時候 再上一次是你還在香港 你覺得你下一回合的蛻變 有沒有可思到何時 你近年是經過一些改變 人生會不斷改變 但你會不會覺得 我是上海之後 我應該有不同了 這真的是我幾為親人之間討論的問題 我的特質是很奇怪的 例如我大約來到台灣 是年初2023年的年頭 整個2023年 我近乎是被動內向 繼續去做我自己私底下做的事 我可以短時間 是有很大的感動或領悟 就轉了某個類型 所以由於這麼奇怪的經歷 即是屢次都是這樣的 我試過 突然間可能是極短時間 有些人不太認得我 所以我接下來如果強行猜 可能我今年年底都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所以我近一兩個月之內 我已經有很明顯的變化 我身邊人也看到 我起碼願意 假如半年前你同樣的議題 我會推過來 我現在會肯出來 我現在多了一個傾向 我以前覺得我完全不需要跟別人說心事 繼續維持個人模式地自己消化 自己禁止 但我突然間在一兩個月之內 我又覺得我現在很OK 可能出來間中找朋友談心事 是的 可以這麼短就完全打破了我整個2023年的慣性 所以我覺得變化也很大 不會停止到很遠才會有一個大的轉變 是的 至於這兩個月發生過什麼事 就留意你本身的頻道 但我想我們未來年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有時候再更新一下 可能有些很驚喜的事情 大家期待 我們今天先談到這裏 大家保重 拜拜 拜拜